第三百四十七集 胸膛里 用白线把肚子缝上 怕皮胡子精再挖尸体 只好把尸体用火烧成骨灰 然后再下葬 老绝头因此成了庄上啊 第一个火葬的人 埋了老绝头之后 庄上的几个有威望的人 就在一起商议 他们商议来商议去 最后决定来一个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明着让人去盖皮胡子庙 暗中啊 想办法请高人除掉皮胡子精 要说高人 白云山庙里 还有一个出家的道士 决心去求那个道士 这时的白云山 已经破败不堪了 由于这些年 大家都供奉皮胡子精 道观缺了香火 早就荒废了 只剩下一个老太龙中的道士 那个道士疯疯癫癫 不修身 不念经 整日里啊 效仿江子牙在长桥的河边 直钩钓鱼 不过听人说呀 早年的本领很大 有好几个师兄弟都是高人 经过商议 人分成两伙 一伙人去修皮胡子庙 一伙啊 大清早避开皮胡子庙 偷偷地上白云山 到了白云山的庙里 求老道士帮忙 他们还没有开口 老道士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来了 老道士先是训了 这些人一顿 说这些人有眼无珠 供奉妖孽 致使妖孽成了气候 几个人哪敢多嘴啊 只是点头称事 他们求老道士 除掉皮胡子精 给装上除害 就装上的人鱼水火 老道摇摇头说 皮胡子本来就凶残 报复心极强 右手装上的人供奉 吃了铜儿鲜 自己的本事 对付不了皮胡子精 大伙依然苦苦哀求 求道士指点名路 道士说 如果真想除掉皮胡子精 非请胡仙姑不可 大伙一听就急了 胡仙姑那是仙家 不是凡人能见到的 请胡仙不知去哪请啊 毕竟神仙都是光听说 见不到的 老道士笑着说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这白云山上的白云洞里 就住着胡仙姑 那胡仙姑不知在白云山 住了多少岁月 由于受道法点拨 已经修成了胡仙之体 可变换成人 我领着你们到白云洞里 诚心相求 浅姑心最善良 他一定会答应你 帮你们除掉胡皮子精 救你们壮上的人 与水火 大伙一听 赶紧地给老道士磕头 谢老道士救命 老道士摇摇手 让大家起来 然后就领着大家去白云洞 据说那老太隆中的道士 走起路来非常的清零 在山上如履平地 到了白云洞 大家跪在那里 求胡仙姑救苦救难 老道进去和胡仙姑传话 过了好一会儿 老道才出来 他对大家说 仙姑他老人家说了 那两个皮胡子和自己 算半个同类 本不能自相残杀 但那两个皮胡子 痴人瓦心 乃是逆天道而行 乃是歪门邪道 不能成正果 他决定大义灭亲 今夜就下去 除掉皮胡子 还说除掉皮胡子之后 需要大家建庙 供奉香火 助自己休息 但不用供血食之物 大伙一听都非常的高兴 说一定给胡仙姑建庙 老道是让大伙回家 等明天早上 到皮胡子庙前看结果 大伙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并且互相转告 大家知道 胡仙要除掉皮胡子精 晚上都睡不着觉 干脆起床 竖着耳朵听动静 到了晚上 半夜紫时的时候 忽然外面起了大风 然后整个庄上的狗 都开始狂叫 接着庄上就乱了套了 尖叫声不绝于耳 好像什么东西 在拼命撕咬 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那个打斗声 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才结束 接着庄上就恢复了平静 庄上没有谁敢出去看 不知道究竟是皮胡子胜利了 还是胡仙姑胜利了 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天亮 大伙喊到一起 到了皮胡子庙 老远就看见白云山的老道士 站在那里 到老道士跟前一看 只见老道士跟前有一只皮胡子 已经死了 而另一只没有见到 那只死了的皮胡子 脸上没有大胡子 应该是那只母的 大伙怕活的皮胡子 不怕死了的 那只死了的皮胡子 乍一看和狐狸差不多 但嘴细长 尾巴粗壮 不是毛茸茸的 身上的毛啊偏黄 和黄鼠狼有些像 这时老道士对大家说 大家这回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昨天仙姑晚上下山 和皮胡子大战 皮胡子不是对手 一死一重伤 那重伤的皮胡子 逃到深山 没有三五十年的修行 恢复不了 现在胡仙姑也受了伤 回山洞修养 希望乡亲兑现承诺 给胡仙姑建庙宇 简称胡仙庙之后 不用塑像 画上一张自己的画像就行 不用血实 四十八节 供奉素师即可 大伙一听 胡仙比皮胡子要好 供奉得多 当时就有人捐钱 修胡仙庙 用了不长的时间 建成了胡仙庙 这时老道士 带来一张胡仙图 挂在胡仙庙里 大伙看了胡仙的画像之后 惊为天人 从那以后啊 胡仙庙香火鼎盛 好多人慕名而来 要看胡仙的画像 装上地主 拿出好地 捐给胡仙庙 并请老道士下山 做了胡仙庙里的庙柱 老道士虽然成了庙柱 但依然不在胡仙庙里常住 天天到长桥的河边钓鱼 那时候还没有水库 只有一条河 老道士坐在河边柳树下的大石头上 直钩钓鱼 最后作画在那里 据说羽化成了神仙 这多少年了 有时候啊 还在钓鱼的地方显灵 刘大娘一口说完胡仙的故事 我听到最后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在长桥水库的柳树下 我遇见的钓鱼翁 也就是我的师叔 正是刘大娘所说的那个老道士 我想起了老道士啊 自然就想起了师父了 不知道师父现在身在何处呢 唉 想想心里就发酸难受 麻子大爷说 老嫂子 你们又怎么知道 胡仙姑 杜劫失败 现在只剩下一缕幽魂的 这是那个宋大娘说话的 宋大娘从进来的时候啊 就抱着一个长轴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麻子大爷一问 宋大娘说 是胡仙姑托梦给我的 当年胡仙庙香烟鼎盛了几年 后来全国就解放了 解放后啊 上面说烧香还愿是封建迷信 现在红太阳照耀大地 人们可以当家做主了 不用再求佛拜仙 一样能过好日子 所以不准去胡仙庙烧香 谁去烧香的话 就是封建迷信 生产队啊 就开会批斗谁 我那个时候啊 是胡仙姑的前程信徒 他们不让烧香 我就偷偷地烧香 后来听说上面的人 准备拆了胡仙庙 我就偷偷地 把胡仙的画像 偷偷地拿回家 然后藏起来 而那座胡仙庙 老在第二天就移为了平地 我把胡仙庙的画像 藏在家里最隐秘的地方 逢年过节的 就偷偷地挂出来供奉 也就在前几天 我突然梦见胡仙姑 胡仙姑对我说呀 自己的劫难来了 如果这次杜劫成功 就会飞升成仙 成正果 如果失败 最可怕的后果 仅剩下幽魂四处飘荡 他因为上次斗皮胡子精 伤了自己的元神 恐怕渡不过此劫了 这次是和我告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